大家好 《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偉 在今天收到指控 紀錄片《時代革命》 就沒有得到 願榮剛歸香港 作曲人的授權 和一些不實的指控 剛剛就在他專業上 作出澄清和公開道歉 本身我就不想講這件事 雙方的金錢瓜葛 愛人就很難插序 但是這個DGX Music 明明就講好了 說收3萬元作為歌曲的版權 但是見到人家票房收得 竟然反口說要收盈利的3% 最離譜的就是用黑警來形容周導演 人家露了樣子 冒著被人抓的風險 拍這套紀錄片出來 你想賺錢都不是這樣說話吧 我還是專業一點 不要放那麼多私人感情下去 以下的資料可以在雙方的專業上找到 連結我可以放在字頂留言和介紹 在20年11月 時代革命處於剪接的後期 周導演就向 袁榮江歸香港管弦樂團和合唱團版本 MV的版權人 《黑方格》 《黑方格》《Badbuck》的YouTube Channel 詢問有關版權的問題 當時人很支持 也都豁免了任何的版權費用 周導演也都很感謝他們 去到21年的11月 《金馬影展》放映期間 DGX團隊的Thomas 就找周導演 聲稱是《怨榮江歸香港》的作曲人 和版權持有人 並且說團隊就沒有被知會 有關歌曲的使用事宜 周導演就拋頭 接著就跟《黑方格》了解 後來才知道 Thomas並不是《黑方格》的成員 而MV的版權和音樂的版權 有可能是需要分開處理 周導演就已經馬上跟Thomas道歉 還主動提出 可以給他版權費 周導演就說 沒有意圖去侵權 也都對DGX團隊沒有惡意 事件發生了之後 都很希望盡快可以得到共識 處理版權費的問題 去到11月26日 Thomas就主動提出 當部電影《有盈利》之後 他就會收港幣3萬元作為版權費 周導演就在對話訊息答應了 得到初步協議之後 就交給《時代革命團隊》跟進 期間有再一次用E-mail來確認協議的內容 去到去年的12月9日 《時代革命團隊》就跟DGX Music的Thomas 雙方確認版權問題達成協議 包括了 電影盈利之後 支付港幣3萬元的使用費 在觀望澄清 相關版權的爭議 並且自協 以及在線上版本 加入歌曲 《願榮降歸香港》 工作人員名單 去到2月7日 Thomas看了更新名單之後 確認了是正確 並且向導演多謝 但你們都見到 這個DGX Music 就不知為何出了個帖 就說 這次是因為作品的著作權 給一個我們不知情的商業活動 導用 在說《時代革命》 而且作品就已經揚威海外 山迷就主成熟發 播了大半年 拐了大半個地球 我們才知道 不知誰在覆周導演 右手邊的message 氣玉來了 《時代革命》團隊 一直跟律師溝通 並且預計 在協議達成了六個月之後 即是大概六月 就會一次過簽訂合約 以及付錢 但是去到3月27日 導演就突然間收到DGX Music Tomas的email 就說 鑑於貴團隊的票房反應 相當理想 我就想和貴團隊 爭取一個更合理的版權使用費 三皮東西實在太少了 希望你們可以考慮一下 例如是 根據電影盈利的某個百分比 大約是3%左右 讓我可以收多一點 一天之後 在導演準備回覆的時候 Tomas哥 就開始在他的IG上 暗示《時代革命》 是盜用版權 裏派各個買了 播映權的人士查信 到目前為止 那套紀錄片 那套紀錄片 都沒有我方的正式商業授權 我們當初 都是在供應之後 才知道作品被盜用 打算利用群眾壓力 給別人付錢 那套紀錄片 很心急 一天後的3月29日 Tomas哥 拒絕接受 21年12月9日 草爾的協議合約內容 他說 這份合約的內容 不合理 亦對我十分不公平 我拒絕接受 亦拒絕簽署 第二點 合約的內容 有不少的地方 極度不合理 和極度不公平 例如地域 General Terms 裏面的條款 你一同意 合起來做一點就行了 甚麼事 重複覆覆 又重複 第三 我覺得你們 根本沒有誠意 亦沒有尊重地 處理版權的事項 人家好聲好氣跟你說 你就天天搞些新款 人家都未拒絕你 你就去公審人家 甚麼事啊 第四點 再次提醒你們 直至目前為止 相關的音樂授權 都仍未完成 若有侵權的行為 歸團隊 可能需要承擔 相關的法律責任 如果草爾的合約 再有更新的話 你們可以再傳過來 給我 我亦都會草擬一份 新的合約 不過我再重申 在雙方正式 簽訂合約之前 相關的音樂授權 是還未完成 喂 這傢伙真是甚麼了 說話長甲沉 來來去去 重重複複又重複 最新就是這兩個店 好了 都聯絡了對方 外等了四個月 終於提供合約 要我們獨家 榮舊 全球 所有平台地 授權使用榮光 真是火都來 這傢伙偽進不業了 他說話你覺得好像很沉悲 跟宇宙無敵 黨安法一樣 住在英國的前港督 彭定康 都可以說人家勾結外國勢力 又拉又所有成 我看完這個才是罪行 最新的這個 四個月去贊社合約 是比較不理常 純不是違反諾言的藉口 下面還有黑警 時代革命導演 看到你這裏都不用我表提 大家都應該知道誰對 誰不對 原本我都不想拍一條吃力不討好的片 待會有些人走出來 說我什麼分化 你知道他們最流行 玩意跌 我這麼激動的原因 就是之前被一個 說是合作的契弟 又是用Youtube的版權 來搞到我整個頻道收了屁 所以可能激動了一點 大家不好意思 我都怕怕的 人家時代革命 這麼多人支持 他都會去搞鄒導演 我這些small potato 還走出來做家倆 一會兒又被人收皮 不過不要緊 我拍片又不是為錢 不是說公對話都不行吧 你喜歡來就來 我沒什麼所謂 算了 我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緒 麻煩觀眾踴躍留言 一有新消息再跟大家報導 多謝大家給面 喜歡就訂閱和分享 在這裏再見 在這裏再見 請到這裏再見 感谢观看